我買了三重房子 一坪八十八萬 我買板橋 一坪一百萬啊 欸你們會不會太誇張啦 房價有那麼貴喔 哇塞 聽說板橋房價 打百萬啊 還不是京華地區的房價 哇每坪一百萬 重點是 台積電準招押 明天要法都會講什麼 而且講到同時 台積電ADR還大跌 盤後台積棋還大跌 一百五十點怎麼辦 可是好消息 欸價值降定的 美在先噴出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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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聰 嘿來看一下 川普放狠話 台積電準招押 明天法說會不妙 真的不妙嗎 欸川普真的這一次講話蠻狠的 狠喔 而且現在講話的同時台積電還在跌 納斯達克起誤還在跌 跌 起子還在跌 跌 因為今天結算日 結算完以後還有一堆空單 怎麼看 怎麼看 可是降息降低的 美在先噴 對 美在是好處 為什麼 聽說最新的九月降息機率 已經高達百分之百了 百分之百了 百分之百 我們都是我們福利的圖家告訴你喔 他六個 幫 板橋房價 達一百萬了 三重九十幾萬了 板橋房價達一百萬 還原來不是吉利戰附近的喔 哇 江崔北側這邊 對 銀劍鼓不掌眼籃 對 我們今天請教三位分析師 等一下就請教一位分析師 説 剛好在那邊江崔北側買房子的 就是這裡 好 就在板橋現在賺番了 先請教兩位重量級分析師 第一位 哇這真的重量級 這個也算樊地產大亨嗎 美食大亨的分析師 好不好 第一位 楊玉華 沒有玉 英凱分析師 是不是 大家好 你要自己先回答 因為今天福利社這就對了 因為他 對對對 還沒講你繼續講 我們先吃 我們今天這個訂的是油庫口麵線 對 對反橋的 對 那邊有很多都根喔 油庫口那邊有很多都根 油庫口那邊去就還不錯啊 油庫口是我心中這個 整個北區啊 麵線的前三名 對 但是一定要配香腸 然後他的香腸一定要這樣吃 對 為什麼咧 為什麼要測著吃呢 我要測著吃啊 才有感覺啊 然後要不要配他的蒜頭 欸 這蠻生氣的喔 不錯欸 欸 我跟你講我也可以 陳彥老師我就教到這個梗了 我說我們以後 教一下 芋娃麵線投資法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你看喔 我突然提醒到 為什麼 麵線什麼 麵 基本麵 然後咧 然後內餡 不是技術線型 所以叫芋娃麵線 投資法 喔 喔 哇 跟技術線型 芋娃 然後谷歌叫 喔 芋娃 芋娃麵線 喔好好這個梗還不錯 但是應用麵就還好 好好吃喔 欸你知道我芋娃很多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有旁邊一位分析師啊 居然不吃芋娃啊 不扯啊 對啊 抱歉天悟啊 抱歉天悟啊 這家蠻好吃的欸 褶褶補一下 褶褶需要補 多補一下 你今天很飽 欸 好久沒吃 很好吃欸 好吃欸 香腸呢 它有香腸欸 喔 欸昱凱你可以不要吃香腸嗎 不行啊 可以給我給我吃啊 不行啊 他馬上咛咛咛口水 你剛才那個不錯 動作再一次 再丟 不是不是不是 丟蒜頭 來 丟蒜頭 再再再 你要算倒 再再再 我給你結論啦 我給你結論 算了吧 算了吧 來拉遠一點 還有還有還有 不要浪費我們時間好不好 彈進去了彈進去了 丟蒜頭 這個欸 誰知盤中生 粒粒皆辛苦好不好 農夫也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好不好 育哥老師你今天要講什麼 來我今天要講這個川普了 川普現在 盪選機率越來越高了嘛 真的盪選之後呢 對 太強了 會對我們的 排骨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今天來跟大家說分明 好 這板橋的美食之一 這還要好吃欸 而且聽說我們在 我們錄影在中校新生站 還可以送得出來 對 真好 好好吃喔 欸這個麵線真好吃欸 好吃好吃 好久沒吃 真的好吃 來我們請教 浴凱老師 浴凱老師大概可以加一下 好不好 那雪雞一定非常豐富 不要看他只是搞笑會吃東西 我跟你講 他也是 很受歡迎的分析師 好不好 真的是很重量的分析師 好不好 浴凱老師參考一下 第二位 哇 現在是房地產大亨啦 今天大家親身立臨告訴我們 板橋房價這麼誇張 那台北市應該一坪都一兩百萬沒問題 浴凱老師你好 楊玉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先來分享麵線啊 這個我不用吃 我就跟各位說確定是好吃 因為這個我很常吃 基本上我如果經過板橋 我有時候會特別去吃這家 這家在好像在漢森東路 跟縣民大道交叉路口那附近 對不對 對 對好 好險地名沒記錯 好啦反正這個好吃啦 如果大家有經過板橋的話 可以試著吃一下 但是我還是建議喔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這兩個東西一定要搭在一起 就是這一間的你一定要吃麵線 再加一支香腸是絕配 不要只單中 如果你只吃其中一個 我告訴各位一定會少一位啦 會少一位 真的會少一位 我跟你講你訓掉了 我有八卦好不好 很有故事喔 他以前是麵線 十幾年前是麵線 有他沒有香腸 是因為他前面擺個攤販 那個擺攤販 大家因為要等麵線等很久 大家順便吃那個攤販的香腸 然後後來這個老闆 這個麵線老闆 有酷的麵線老闆 覺得 有機可塗 有利可塗 好自己又開了一家那個 那個香腸的店 自己也來賣 香腸跟麵線店一起來賣 之前最好絕配的是 配他攤販的香腸 是怎樣 別家的 因為我內心想說 因為攤販的老闆娘跟我講 親口跟我講這個故事 攤販現在還在 我不知道已經很久沒有吃 被他併購了 沒有沒有那有一陣子 就是前面旁邊有香腸 前面也有香腸 對 沒有我想說 到底你十幾年前是多久 因為我印象中一開始就這個組合 你知道嗎 是喔沒有沒有 我印象中一開始就這個組合 是真的 所以他還有一段故事 所以你沒有看過他以前有 前面有擺香腸攤販的 那你可能最近才吃的 我講 這稍微比你年長一點 在地的版 在地的版僑人 小時候 經國先生還在 經國先生 這樣我就懂了 我終於知道 不要亂講話 因為我剛剛是想說 到底他在什麼地方 介石先生還在的時候 喔 夠了 十大建設都還沒開始的時候 夠了 還沒講成什麼這樣 好那我今天來跟各位分享兩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就是 明天台積電法說 那最近的光通訊族群還蠻強的 後世該怎麼操作 這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第一個主題 那第二個主題就是房市實在是太火熱了 你看你可以去看營建指數 營建指數 再創歷史新高 那 現在如果大家有在看房子知道 現在這房子 說實在那個價格真是不像話 可是看起來 大家好像也是 一直買下去 一直買下去 所以等一下來跟各位分享房地產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消息 還有一些股票 好 有Google的麵線真好吃 等一下我再吃香腸 好啊 好久沒吃了 我給他90分的美味 90分耶 啊你不要覺得每天看我們吃很開心 以後台北人也可以叫啊 也可以叫Uber啊 也可以跑去板橋吃啊 就很簡單 捷運站很 很方便嘛 或是南部人來台北 住飯店也可以用Uber叫啊 是不是我們這些 中校新生站台北站都可以叫啊 這個 不要覺得眼紅 我們來介紹美食給大家吃好不好 好 我們是唯一有美食又專業財經節目的 節目啦好不好 又專業的財經節目 財經節目 來 玉環老師的LINE要記得加 手機拿紙 給我們影片的標題 顯示更多內容 就有什麼三個LINE 就連結了 就連結了好不好 玉環老師 記得一下 玉環老師 香腸好不好吃 這我是絕對好吃 我不吃我都知道 絕對好吃 好吃好 玉環老師很老實 第三位分析師 陳偉太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講到油庫口面線啊 我曾經鋪空兩次 蛤 其實不是撲空 是我到了這個現場 我發現那個排頓人籠實在排太長了 後來我就選擇在下午再去 結果下午不是用餐時間 他也是排得很長 但那一次我就是堅持 我就是 我就是在那邊等了 然後我發現旁邊不是有那個 沒有香腸單 我發現旁邊有賣紅茶的 我在那邊買了紅茶 在那邊等那個 這個麵線跟這個香腸 好吃嗎 那香腸它是古早 那個紅茶是古早味的紅茶 所以我覺得那個也不錯 所以在同條巷子那邊 大家可以去一起試試看 試試看 那你只是 結果講那麼久 結果你在吃香腸 應該先吃麵線吧 我比較喜歡吃香腸 麵線吃香腸 印象中它香腸是炭烤的對不對 對啊沒錯 它不是用那個 電爐 而且它肉很紮實 對 它肉超紮實 吃起來很有那種感覺對不對 對 有一些肉不會那麼髒 真的不錯 超好吃 所以美食 美食最重要是SOP 就跟我們做節目一樣 其實要持之以恆 好不好 這個它食物看起來 每一次吃都不錯 一般的人喔 其實吃食物 大概只會給它兩次機會 吃到第二次不好吃就不吃了 它每一次這樣 食品控款都不錯啦 就要賣當勞食物 每次吃都覺得很好吃 等一下老師會告訴我們 這些專業的股票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財經大口條 益凱琳太誇張你已經吃完了 你已經吃完了 我也吃完了 她說 等一下Coco你怎麼那麼快 奇怪 我怎麼有時間吃完啊 你真的愛吃喔 你第一次怎麼愛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喔 沒想到你居然喜歡吃麵線 食量跟我差不多 誤會了 我香腸還沒吃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川普放狠話 我們看到這邊 又有整個包紮出來了 好那台積電要遭殃了嗎 明天法術會不妙了嗎 降席降定了嗎 無論如何美債 是不是要先噴出了呢 好今天我們來跟大家說分明 好首先呢這個 在你面前吃食物好開心喔 真的喔 你吃剩的可以給我 對我還沒吃飽 你很飽喔 我還沒吃飽 你還沒吃飽 這麼多還沒吃飽 還好 因為其實我去油庫口 我會吃兩碗麵線 再加三隻香腸 正常值 三隻 麵線加三 三隻香腸還是三隻小豬 三隻香腸 那你真的很會吃 我確定我食量跟你不一樣 我通常是吃一碗麵線加兩隻香腸 可是我們怎麼身材那麼相似 好吧 奇怪的話題 好我們繼續 的話題太奇怪 是不是 講話題不老實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川普放狠話囉 他說什麼 台灣偷走美國的晶片專業 這在講什麼東西 晶圍 晶片事業 晶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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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說什麼瘋話 是我們 他們工作是他們不做的 對啊 這樣不做我們台灣人家 24小時這樣拼命做 對啊 對啊 你家老外穿著那個什麼防塵衣在那邊 工作16小時看他瘦不瘦得了 對 那是安靠 消息證就馬上回去 對啊 主公會跟你抗議 罷工的 對我們華人才吃苦耐了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先前接受彭博社採訪的時候 認為台灣議題呢 這個 因為美國保護台灣很多年 可是 台灣卻吃裡爬外 偷走晶片產業 那在訪問中還表示呢 在跨太平洋去防衛一個島嶼 有困難 所以認為台灣要付保護費 就說穿了就是要錢嘛 那 在訪談中呢 談及這個聯準會 那他也說呢 讓鮑爾完成到2026的任期 不過他也呼籲 不要在大選前就開始降息 我覺得這個 這個 居心叵測啦 為什麼要這樣子勒 好那我們接著我們講 好像不給他面子 不認同啊 9月就降息了 是啊 9月就要降了 好那我們看一下 是7月17號也就是明天呢 要公佈這個出領失業金的人數 以及聯準會的經濟和平書 還有台積電法說會 明天的重頭戲 那禮拜五的話呢 有這個 宏基的法說會 我提醒大家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目前已經公佈的6月份零售的銷售呢 月增額是0個百分 本來負0.3 賣得不錯啊 算持平 算持 有預期好 有預期好一些 對那其實我覺得這就中性解讀啦 好 可是呢 報爾怎麼說 他說第二季的三份通膨數據 都不錯 等於說強化當局對於這個通膨 進一步回落的一個信息 他想三份喔 三份喔 CPI PPI他就覺得不錯 我香腸也都吃三份喔 對所以三份是很可靠的 好 那有聯準會傳聲筒支撐的這個財經記者呢 這個 Nik提拉米蘇 就是你吃太多份所以才製造通膨 是我的問題就對了 因為一個人都吃三份 我跟你講東西不貴才奇怪 是 我這邊跟聯準會道個歉啦 好好 好 那這個 那他們不能降息的儀喔 是 好 那這個 Nik指出呢 報爾的態度謹慎 意味著聯準會本月的會議呢 有可能會按兵不動 可是 9月就有機會去 啟動降息了 好 來我們看這邊 FOMC會議呢是7月31號到 7月30到31號舉行 為期兩天的利益決策會議 因此呢從本週六開始 官員們會進入監末期 你現在問他他什麼都不會說啦 也不會再透過半年付出 問他說香腸好不好吃他也不講 他也不講 對反正就監末 這可以講 這可以講 只是利息不能講 香腸可以講但是他沒吃過 對不對 所以他也講不出來 最近這樣講沒錯 是 聽說像9月喔 最新的數據 是 怎麼樣 不會維持 你看這已經零了喔 已經零了喔 代表什麼意思 這是原本的利率嘛 現在的利率嘛對不對 9月份這9月份 要嘛就降息一碼 要嘛就降兩碼 對 就是不可能 繼續維持這個高利益 目前來看 目前來看 無論如何9月 降息的機率非常非常高 老師讓我們來看一下美債 所以難怪是不是這個 FedWatch的降息機率表 讓這個美債再噴出去 是的沒有錯 我們來看一下美債 好 有沒有看到 美債 再拉近一點喔 再拉近一點喔 有沒有 這基數線想要噴出去 要噴出去喔 對對對 而且呢兩條均線都給他站上去了嘛 這邊有做個回測有沒有 我們以技術線型來看的話 創高拉回做個回測 踩一步之後呢 再往上攻擊 其實下一步我認為就要挑戰前波高點 前波高點我們稍微看一下什麼位置 來 31.91這邊 所以我認為說非常有機會來挑戰這個前波的高點 好 老師美女有問題 香腸美女 香 好看嗎 香腸嘴美女 老師我想問啊 給你問啊 好難講話喔 要罵髒話是不是 老師因為川普現在看起來要當選總統的機率非常的大 那這樣子美債現在還能碰嗎 美債現在還能碰嗎 他問的問題越來越專業 對 好那確實喔 就是 大家預估說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當然就有可能舉債 那舉債的話就變成說這個攻擊又增加了 不利於美債 可是 鮑威一邊就說了 我有可能要開始做降級這個動作 市場預期是如此 那我認為我們先看眼前的問題 因為川普會不會選上還是一回事嘛 對 選上之後他怎麼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現階段 就在眼前的9月份就有可能要做降級 所以我認為說短線上 噴出的機率還是會比較高 對現階段不要太過緊張 不要太緊張 反正就是要降級要噴出去了 是 就是積極的做多 因為等到真的降級老師已經來不及 在買來不及 也來不及啦 會少賺很多吧 少賺很多 我們福利社大概講了快半年到一年的美債 真的喔 半年有了啦 所以這樣真的要噴出去 也不錯啊 那很多人說漲很慢 我們要再次強調 這麥美債是跟定存比好不好 這個定存比你已經可以贏了10年的定存了好不好 是 從去年到現在也漲了快9% 10% 這是跟大家講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是 跌227點 你覺得台積電 不是今天這個供銷微啦 今天賣227點 外資賣300多億 是 聽說200億 是台積電 這台積電賣2萬張 怎麼辦 沒有錯 我認為當然外資的意圖很明顯啦 我們先看這個期貨 因為截至到昨天為止 外資的期貨 來 是37000口嘛 今天稍微說一點到34000口 可是 未平山也算很多耶 也算很多 因為新商還那麼多 是 可是其實從上個禮拜五開始 到4萬口之後 我們大概還蠻明確的知道說 外資本周的意圖 大概就是會做壓低結算的動作 所以其實今天 上半場算是開個好盤 大概11點以前都是在 紅盤附近做一個震盪 可是11點之後呢 有沒有 急轉直下 這邊壓了300多點 再做壓低結算的動作 可是我覺得大家可以開始留意啦 就是說 壓低結算 結算過後呢 其實尾盤又拉了100多點上來 會不會這是對於說大家可能在 結算過後台積電法術會的一個想像空間 一些多軍的一個進場佈局 我覺得這是大家可以去玩味的地方 可是盤後還在跌 盤後還在跌 為什麼 盤後才跌 我覺得當然也是會反映一些避險的情緒 因為其實現在 以外資來講的話 他期止空單還是多 那當然就會影響說 是不是連外資現在 也開始看遂這個台積電的一個法縮 而且賣2萬張蠻多的 我們看要外資 看要台積電的那個外資的那個買賣盤好了 是 我們看一下 那上禮拜我賣2萬7000張 老師今天要賣2萬張 這一次真的是 狂賣 狂賣 吃了滲頭鐵了 我這個 但現在 現在講到同時喔 因為納斯拉克跌了快1% 納斯拉克起貨跌了快1% 那想問玉華老師為什麼 是不是跟艾斯摩爾的現在股價 凡有關係 有關係 因為艾斯摩爾現在盤後股價跌了5%快6%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剛剛最新的消息如果公佈出來 他公佈出來的那個財報是優於上季 可是他 近期啊因為有傳出來美國私底下施壓像日本啊或者荷蘭 就是這些半導體設備在出口到大陸這一部分 所以現在市場現在是在擔憂這一塊 所以造成今天像 那個台積的ADR現在也還是在跌 然後艾斯摩爾現在還是有一點壓力 我主要還是跟關稅這一塊是有關的 那老師有沒有可能 就我等一下怕的 梁老師都想要財報有沒有可能是說財報預測不錯 可是 還不夠好 下去 有的可能 因為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上一次台積電法說 公佈出來的 隔天是大跌6幅勝 那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他當時是調降 其他人的猜測 對於本身自己沒有調降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我之前那個時候也跟各位分享過 最主要是市場上的預期太高 那目前看起來也有這種現象 大家對於這次台積電法說出來的內容 都比 預期都還蠻好的 所以大家現在有擔心 營收要掙扎25%起跳 對 目前有這個 所以這個相關的風險提醒大家還是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 相關的一些政策 因為像川普 這個 大家也知道 他有點 說真的有點偏激 所以之後還是要看一下川普接下來的言論 大家在做股票這方面還是要特別小心一下 真的蠻特別的 我剛才台積電我如果沒有看錯 現在跌了 159點 真的嗎我沒有看錯我看一下 好老師沒關係我們繼續講一下 我們是那所以這大盤怎麼解讀 等一下這點是明天台積電法說 我剛才講的老師你說隔天跌6% 按照現在台積電6% 1000點 1000元的6%大概是 就60 60點 60點在乘上那個 1點大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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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元大概是8點 大概跌480點 要跌500點 哇塞 所以現在台積電葉盤是比較弱 老師我們想看一下 好 看一下現在台積電法說 最重要是法西說 是 因為 法說夠好就噴出去吧 沒錯吧 沒錯 法說不好怎麼辦 就完蛋了 完蛋了 因為就像剛才講的機器已經很高嘛 是 然後玉璃老師什麼要補充的 沒有我想說完蛋 你先不要想如果悲觀 先聽完再說 先聽完請問一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幫他複習一下這是哪些重點 好首先呢 毛利率第一季是在53個百分點 第二季估呢 要到51至53個百分點 可是原則上 其實現在都應該要在53個百分點以上 不然都會被當作是利空來做解讀 那盡利的部分呢 第一季1818億 第二季估出來 應該你的 應該也要有2360億以上 所以說看能不能符合這個預期呢 這是一個重點 好那再來呢 就是說法人預估台季的第三季的營收財測 將會競爭 10個百分點 那毛利率的範圍跟第二季相同啊 就是說51到53 可是我們剛剛講過 最好是在53以上 所以比較良性一些 很重要 對 好不好 好 那除了針對AI產業的看法之外呢 市場也關注 COAS 跟這個SYC的需求狀況 還有產能擴張的這個規劃 重點是二奈米的這個部分喔 有沒有機會提前在明年的上半年去做到量產 好那明年台季電法術很重要 講這些聽不懂 等一下我們結論版 好不好 來來先慢慢去開 先進封專的月產能比較 好 目前來講呢COAS的 今年度啦 去年度 1.5萬片 SYC呢2000片 那今年呢 45000片 擴展的也很多 三倍了 三倍成長 這邊也是三倍成長 到明年呢 5萬片 稍微再增加一點點 只有增加一點點而已 只有增加一點點 是需求減少的嗎 我覺得倒不是需求減少 應該是都往這邊跑了 因為這邊也是再度是一倍的一個成長 對我覺得這部分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些留意的 好 老師讓我們看一下 因為大摩有個相關推背圖 是 老師要聽說你有不同的看法 是的 就是預估的內容 這個 因為他講很多假設我覺得都不用看了 他講是毛利率 那個營收增加到毛利率增加 直接告訴你結論 我們福利是把大摩的情境 直接刪個結論 直接刪個結論 簡單化你看就好 這個圖要截圖下來 好不好 這個問題是這三內容 是我們剛才討論過 好像有BUG 有BUG 為什麼現在先講情境一 情境二、情境三 講他的內容 我們再講一下 你的看法 為什麼你覺得 你的看法不認同他 好 情境一就是全年的營收年增 增26到29個百分點 那他認為如果這個狀況發生 就有可能 股價要反映三個百分點 台積電反映 漲3% 因為本來預估營收年增大概是 年增就是今年跟去年比 是 今年全年營收跟去年比 大概要20到25 是 26等於超標了 對 好 你說 在情境二 全年營收年增 25% 就是高標 高標 還沒有超標 可是最高標 20到25 是的 那這樣股價反映 1% 漲1% 情境三呢 不如預期 21到24 他就是符合中低標了 我跟你講 現在這麼高 如果真的21到24 股價會崩 跌半根 這真的會崩 那剛剛有講到說有個蟲蟲 有個BUG 在哪裡 對 就是說第一個 他們有 BUG 好冷 他們有說 股價反映的時間點 抓BUG 要抓蟲蟲 抓蟲 蟲蟲 第一個他講什麼 反映我們扯遠了 他講 你說大摩這個外資 有什麼問題 我們炒我們本土完牌分析師 老師你來講一下 為什麼有BUG 好 首先第一個 邏輯上問題 他們有說股價是多久去反映 這個3% 1% 以及 5% 對啊 也許 我說說半年漲3% 又不是說隔天 再者就是說呢 其實台積電現在大家的預期都是 非常非常樂觀的 我們切一下股價來看 對不對 老早在法術會之前 先給你衝上1000多塊 已經反映了 是不是 有沒有可能這個力度已經提前反映 對 那 如果說提前反映的話 其實如果是 剛好符合預期 或者是不如預期 可能下修的程度會更多 這是有可能的狀況 就像跟艾斯摩爾一樣 對 你財報公佈以後 不行啊 對啊 你現在漲到重點 對啊 好 但是沒有大家所 期望的這麼好 因為他已經漲很多了 你知道我拉遠一點了 上次怎麼樣 公佈也是20%到25% 就這邊 殺到740% 對啊 你現在漲到 已經漲到1040以上 豬豬漲300元 漲4成 那4成你說你這贏的時候有沒有跟上他的漲幅 是 所以這就是一個重點 我覺得這 你看那時候是20%到25% 那現在還是跟妳講25% 確定還會漲嗎 對啊 那時候講到重點 我覺得這大家稍微留意 對 好 我們接著往下看 來來來 這樣不是恐慌大家 只是 我們告訴大家 風險在哪裡 風險在哪裡 好不好 大摩三大前進 我們 冷福利社的 玩牌分析師 跟這個 大摩 的分析師 差別在哪裡 好不好 是好不好 差別除了體重以外 我們比較瘦一點 好 顏值 結實一點 對 顏值高一點 可能啦 因為他們都 不露身嘛 對啊 不露臉啦 好 來我們看一下 好 再來我們看資本支出的部分 來我們先往這幾年看就好了 這高峰大概是2022年363億美元 這美元 然後呢 去年320億美元 今年呢 直到4月的法術會都還是 堅持在大概這個區塊部分 接下來就看說明天的法術會有沒有要提高 那市場上目前的預估是321到360億 可是其實就像我講的 你一定要比市場預期的還要再高一點 就像之前有兩大外資嘛 去調整 這個資本支出的預估值 應該要到360至370 這個才叫做好 所以我們就看看台積電明天大概會落在什麼樣的水準啦 好 下一頁 老師那你有什麼股票特別看好的 好 那我覺得 台積電的一個相關概念 台積電相關的這個股票 好 那我覺得說 第一個啦 台積電很強 一直在創歷史新高 同一時間很多的設備廠也在創歷史新高 那如果有風險 那等於說都跟台積電一樣高高在上承受這個風險 所以我們幫大家找一些 股價相對比較在低位階的股票 好 雅翔我們稍微說短一點點 他之前呢是從366有沒有 下修下來 經歷了一個多月的震盪打底呢 創高拉回是踩過第二隻腳的 所以其實在形態上看起來是安全的 那雅翔他的底氣在什麼地方 目前在手訂單大概是1280億左右 那以他每年平均的營收落在300 400億 最高標到500多億的話 其實等於說他這個在手訂單 可以撐他至少3到4年的一個營收水準 我覺得這樣股票位階又夠低 大家可以來後續做留意一下 好 第二一檔呢 波若薇 是的 這個波非常薇 聽說有一個航海王 我們福利車那時候有講嘛 是 上次有幫大家做過 還在拉 還在拉 真恐怖啊 今天還漲停板 賺翻了 所以你看大戶 這種有錢大戶 有錢能使 鬼推磨 有錢能使波若薇更威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知道說這個波若薇除了有這個 航海王進駐之外呢 其實我們的這個 就是靠了航海王這張股票 2億賺到 100億 5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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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股票也賺好幾億了 對對對 那我們的國發基金也是大股東 他持股大概4個百分點左右 所以說有政府在後面撐腰的有沒有 你能 他能跌到哪裡去 好那當然這張股票本身是有底氣的 上次我們跟大家報告過 他的 歷史的 獲利高點大概是在5.66元 EPS 那今年第一季已經來到1.68元 換句話說今年非常有機會 再次去改寫歷史的新高 這就是他的底氣 再加上說現在 基本面不錯 籌碼面的狀況也還不差 所以我覺得這張股票說不定有強者很強 這樣的姿態可以期待 好 有機會啦 波若薇 好不好 跟大家講 所以 謝謝老師 謝謝 信手年來 玉凱老師 從台積電 從川普攻銷位 攻銷位 但是我們會輔助一下 我在輔助他的說法 也有人很怕 川普單選 其實現在 民調還是有人說沒有拉開 所以不要緊張 看起來川普真的要單選 好像對台積電 他想要對他不利 不利 希望 不要這樣子 我們希望台積電再威一下 玉凱老師那你還記得加一下 好不好 這個我們來看 下個單元 什麼 讓滿我罪天 引爆來源 來源 來意 對不起 引爆來源 人員 來我知道啦 引爆 人員跟來 一億啦 好不好 因為我看到他還要喘氣 他很喘 引爆來源跟來一億 兩檔股票 一起來 好 來 雲爆能源我們看一下 因為 剛剛講到說台積電法術會 固然他有一個風險存在 所以我們今天挑的兩檔都是 跟 非台積相關的這個股票 第一檔 雲爆能源呢 當然有搭上現階段 我們走入夏天 每天都好熱 我每天冷氣都要開21度啊 對 那再加上說 等一下你也太胖了吧 21度 我跟你講就是你這種 難怪那林爆能源長那麼多 對 我很怕 那你有沒有講 我跟他老師講有沒有做 就你這種能啊 吃了又多 吃了又多 不然有時候開20度 我覺得很冷的 24度差不多 我只是分享一下生活體驗 不至於這樣吧 這麼誇張你會用到21度嗎 因為那個會皮皮疙 TCL 玉璃老師你用幾度 25啊 冷氣要維持25到26是最安全 最好的 然後再配合 電風扇 電風扇 電風扇就很重要 所以我是循環扇 有時候25度加循環扇 你皮皮疙瘩來講 對 要讓他循環 我是覺得沒必要為了省電 很多人為我環保 虐待自己 我不是啊 可是你也不要浪費 其實有時候25度加循環扇 超冷的 超冷的 因為我喜歡開冷一點 然後蓋後被子 浪費資源 你可以試看看循環扇 真的會冷到你皮皮疙瘩 好我今天開始我開23度 好 我們來看 拍照給我們看 不錯啊 你又循環扇真的會冷 我們看一下雲爆能源 那當然他有搭上現在節能減碳的議題 而且他是在 6月19號 來點點幫我們圈一下 6月19號那天他轉上市 轉上市之後呢 股價就開始連續飆漲停板了 飆上去之後 可是有沒有發現 這一波往上在攻擊的過程當中 他是用量來做攻擊的 來我們把量也圈起來 可是攻擊攻擊之後呢 到一個高點 反而量能急縮 為什麼呢 因為進入到儲置 分盤交易了 那你認為這些的量走得了嗎 走不了 主力沒走啊 所以說這幾天 即便他還是在分盤交易 股價仍然是有創立 歷史新高這樣的表現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期待 他解除分盤交易之後 說不定也會有更 更棒的行情可以期待 越觀越大圍 越觀越大圍 這是有機會的喔 雲爆能跟大家做分享 第二檔呢 也是跟台積電非相關的 這個來意 今天也是量登場停板 好 那這檔股票呢 他也是搭上 經典的這個奧運的題材 因為他是做這個鞋子代工的 鞋子喔 對對對 那愛迪達莎最大客戶嘛 然後也有converse 然後現在有一個很新的品牌 叫Hokka Hokka 對你有聽過嗎 沒聽過 錢Hokka 對有Hokka啦 Hokka 對名字取得還不錯 Hokka Hokka 怎麼拼 H-O-K-A K-A喔 Hokka Hokka 好咖啦 好腳啦 台灣品牌 不是台灣品牌 國外品牌 那他是做代工的 做什麼代工的 做鞋子的代工 Hokka Hokka 對 好腳啦 明明就 投料不錯 好那 因為他也是剛剛才上市 我們看到這140個月那個地方 就是他剛剛上市的地方 對 那其實剛剛上市的股票 其實籌碼相對會比較乾淨一些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怎麼講在 剛剛上市會有所謂 什麼圈購的一個過程嘛 其實那時候的籌碼都沒有走 那時候籌碼是都沒有離開的喔 那如果說我們去看這個 股權的表 因為這邊看不太到 股權的表的話 當然剛剛上市的股票 他股東人數是會慢慢越來越增加 可是其實籌碼是慢慢越來越往 我大幅做集中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股票也是可以做留意的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的可以注意一下 來 給你有Hokka Hokka Hokka 銀館跟蒙利 一環老師 來 第一張股票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 現在已經被沙嬌了 沒有那麼誇張 江翠北澄以後 對啊 那時候買三年前而已 對不對 好 這個等一下跟各位分享 好啊 好興奮喔 賺很多錢的感覺 對啊 其實哲哲也是買在那一區啊 我買更低 你買更低 20萬 他這個錢 他買一瓶52萬 所以大家有發現喔 43年前 買在最低點啦 真正藏給號在這邊 在這邊啦 最低其實是他 而且玉娃老師還不相信 他還自己查私下登錄 他發現我講的是事實 沒有我那時候想說 怎麼會買那麼便宜 那個時間點怎麼會那麼便宜 對啊 一瓶50萬 52萬 結果你買53 他買58萬 68萬 反正我這個 而且他的距離比我差一點 輸他距離啊什麼 都輸啦 我們先來看股票 不是啦 這是房子啦 股票要問你啦 對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 第一檔股票 6117的銀廣 那銀廣是機殼族群的股票 那今年整個機殼族群 普遍是收回整個AI伺服器的需求 那加上其實今年 除了AI伺服器的需求大爆發之外 傳統的通用型的伺服器需求 也持續的回穩 所以機殼 今年有一個重點 第一個營收會持續增加 那加上因為AI伺服器的毛利比傳統的 大概提升10%以上 所以你就反應看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6117的銀廣 上半年的營收 已經創歷史新高 年增大概40% 那你去看一下他第一季的獲利 第一季的獲利是EPS1.15 已經已經去年一整年 等於一季賺營去年一整年 今年EPS 預估會有5塊錢的實力 大概成長 3倍到4倍左右的實力在 所以他基本面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 把線型拉長一點點 多一點 你會發現他就呈現一個節奏 前一陣子在6月 創個新高之後 然後這個拉回 拉回目前大概拉回了 大概3成左右的時間點 所以技術面已經經過一個修正 經過修正之後 季線是不是還是上揚 那這幾天開始有轉強 可能會有很多人覺得說 今天留一個長長的上影線 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2000錢 他是不是也留一個上影線 我要告訴各位 因為現在有當衝 所以有一些比較短線上的熱門股 常常會有上影線的現象 現在如果大家發現 有留上影線的股票 我反而建議各位 明天開盤是可以撿便宜的 因為你當中衝一衝 把一些 沒有信心的買盤洗出去之後 加上他的機器又低 又有基本面加持在那個地方 反而後勢在往上的空間 續航力倒是會有的 而且因為他有經過整理 所以銀管部分給各位做留意一下 6117的銀管 這是第一檔股票 那第二檔股票我們看一下 2464的盟利 盟利是自動化設備廠 主要有兩個題材 第一個就是台積電COAS先進封裝的產能 他已經慢慢陸陸續續打進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底下有一間蒙英科技 是做機器人 等於是他有雙題材 第一個是COAS 第二個是蒙英 那個蒙英科技 機器人相關 所以 我把他定位成轉機股 因為如果你去看到財報 我說真的 數字不會像銀管那麼漂亮 可是你仔細去看 他6月份營收6.5億 月增14.2% 連續4個月成長 目前預計 下半年會比上半年更好 那加上這個時間點也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 然後我之前也跟各位分享過 股票創個新高拉回震盪整理 如果幫我切十日線 有回到十日線 反而是一個短線上絕佳的進場點 所以2464的盟利 這個時間點也經過整理了 剛好目前又在十日線附近 推薦給大家 好的關注一下十日線 來看一下最後兩檔 長榮跟台座 哇這些都是老牌的股票 然後是 而且都是 傳產股 傳產股對 對 我剛好已經忘記了 討論度不樂度 好 台座已經好久沒講的 好慘喔 等下看台座的線圖 看這一陣子 周線的來看 先來看 先來看長榮 長榮這到底很慘 對 看長榮就不能夠像剛剛的 宜蘭老師要用十字線 真的 可能要用季線來看 可能要用季線來看 季線也破了 對 那 最主要就是因為新加坡的塞港的問題 目前來講已經 有點緩解的情況 所以呢對於這個運價的一個上漲力道 可能有趨緩的一個可能性 那所以呢前陣子 這個股價 其實不僅僅是長榮 包括像是這個 旺海 或者是陽明 都有在做修正 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記 進入到第三季之後 這個所謂貨櫃航運的 所謂的一個旺季即將來臨 所以前陣子我們才看到這個陽明 他開始收這個所謂的旺季的一個 附加費 所以我認為說在接下來可能在這個 10月份之前 就是所謂的傳統旺季的這個地方來講 運價即便是短線上面 不會說出現這個像過去一樣的大漲 但是呢應該會維持他一定的一個水準 那麼這個水準也基本上能夠讓這個 長榮他依然能夠保持 他的一個獲利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在 長榮的部分 再來1301的台索 今天其實也是有點令大家這個 出乎意料之外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台索他在這個盤中的一個股價 一度上漲超過5% 但事實上呢在整個塑化產業的一個 基本面上來講 目前來講 並沒有說很明顯的一個 就是報價上漲的情況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川普 等一下這個 這個 會跟大家要做報告 那麼川普這一次呢 這個所謂的這個 演講之後 他的一個聲勢 這個暴漲 OK 那因為 過去川普基本上他是 是支持這個石化產業的 他甚至曾經說過要重啟這個美國的 頁岩油的一個 產業 那所以大家認為說呢 這個川普他在這個當選之後呢 其實對這個傳統的石化業 會是一大加分 那麼在我們國內的台索四保 目前看起來在除完期之後 基本上在賣壓 似乎也已經就是慢慢慢慢消化 所以有一點點跌生反彈的味道 是的 跌生反彈的味道 老師你怎麼突然就這樣結束了 對啊 我們來不及 來老師可以做結論 老師台索 鐵很慘耶 你真的覺得有機會嗎 因為這樣中國大陸 一直給他擴產很恐怖耶 是 其實 跟大家報告一下 拉遠一點 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 如果我們不要看 這樣也就知道多慘了你看 好慘喔 沒關係 再拉遠一點 沒關係 要拉多遠的沒關係 一百二十一嘛是不是 再拉 最高這邊嗎 老師你說 好 我們可不可以先暫時不要看台索 不要看 也不好看台達化 那就不要看了我們就要講了 台達化 台達化 華夏 或者是台劇 這些個股 你可以發現到 他們的一個短底都非常漂亮 短底的 OK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因為 我們這些所謂的 有了有了 拉近一點 短底有了 有了 你繼續說 我們這些所謂的一個台灣的一個塑化的一個廠商 他們在過去都以這個中國大陸的市場為主 但是呢 從去年開始 他們開始把他們的一個經營的觸角 開始分散到東南亞 那我們知道東南亞其實這幾年的一個經濟成長率 算是非常非常的一個不錯 所以其實呢 在現階段的整個這個所謂的一個 塑化相關的個股來講 能夠 有提早去這個 這個所謂涉足到東南亞的市場的這些個股 基本上股價 都已經開始出現落體反彈 所以我認為說在台塑集團的部分 也會因為這樣子的原因呢 他的股價 有機會在這邊去做個主題 好的看一下有沒有 就是觸及到東南亞的產業 好看一下 好的 來台塑 這是集團股票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玉華老師 請給我來囉 明明請給我就在這裡 請給我來囉 其實買最便宜的在這邊 買最便宜的在這邊 在這邊不在那裡 好好好 好啦 老師來講一個房子 講房子之前 台積電法 說錢啊 這族群先噴啦 因為剛才你有講到台積電法說 對 你有講到台積電法說會不會 不如預期 或是如 應該最怕是如預期 應該說 就利多出鏡 利多出鏡 因為艾斯莫我剛才看一下為什麼跌啦 有人說你剛才講的 說 美國要警告這些艾斯莫不能幫助中國 還有一個原因啊 他的全聯 展望 沒有調高 老師你講我剛才會複習一下 因為每天我們都要 財經 財經界的主持人啊 分析師都要看 所以老師 我們在講剛才那個東西 我想問你一下 所以那問題來了 如果法說沒有調高 是不是 前進就可能到前進二都前進三 艾斯莫我全聯營收沒有調整啊 這個就是現在為什麼 代表台積電可能資本支出不會增加 對這個也是現在為什麼 台積電其實相對弱勢 因為畢竟艾斯莫我是做設備的 跟台積電息息相關 那如果他竟然沒有 增加的話 狀況之下 可能對於明天台積電 大家會有預期說 會不會真的沒有想像中這麼好 所以先做反應 因為每個人都猜到營收增加25% 如果沒有增加很多怎麼辦 反正現在大家有點擔心 難怪我看看艾斯莫跌5% 台積電也跌4% 等於說 明天還有可能再跌 是不是 有這種可能性 維莎老師你想要補數什麼 對 其實上一次呢 跟艾斯莫我在法蘇會的時候 他就有提到說 今年整體的這個展望是持平 所以我覺得 在剛剛這個新聞消息來講 我覺得 這不一定是艾斯莫我現在股價 下跌的原因 你可能覺得不是喔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反而就是川普他那一番稍微 對這個 半導力族群的影響可能比較大一點 大家已經認為川普就是要單選了 好沒關係這個 公說公有利 婆說婆利 反正現在股價下跌 我們把這些邏輯都先跟他講一下 好不好 那個是重點是台積電法蘇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預防力多出境 好老師繼續講 我們來看一下 好老師 那接下來我們回到 我們現在回到這邊 因為台積電法蘇前其實 有一些個股還蠻強的 像光通俊族群 就是近期的股價都還蠻強勢的 那為什麼光通俊會這麼強勢 那主要是美國大廠康寧 近期調到技術技的裁測 那主要原因是會旗下的光通俊產品需求表現出色 那這類產品用來 就是最主要是用來驅動深層式AI相關的網路 那市場現在也關注就是明天台積電法蘇會針對光通俊 甚至CPU技術以及矽光子晶片相關運用的看法 因為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其實這一波 像光通俊 CPU矽光子這些股票 其實很多股票漲翻天了 你看一下光盛就好 看6442光盛 他從100多塊現在漲到500多塊就知道 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就是台積電 從去年開始說要切入這一塊 的技術 所以有很多股票其實近期的走勢都還蠻強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啊 不管這台積電開技術論壇 或者等等的 大家都很注意一下這個CPU星光子 接下來後面的進度如何 先簡單跟各位說一下 哇這誇張 對這超誇張 好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CPU技術最主要是搭配 矽光子晶片發展的封裝技術 那他可以把整合啊光通俊的元件啊 與交換器的晶片啊共同封裝在一個模組當中 那其實最主要的優勢啊 往旁邊看 簡單幫各位整理一個簡單的表格 矽光子晶片跟傳統晶片的 簡單的比較 矽光子晶片主要的材料是光學玻璃加矽 那傳統晶片就是矽晶圓 那傳輸速率就是較快 然後傳統晶片較慢 傳統晶片他是用光子 那一個用電子 講白話一點就是又快又穩定啊 是那應該有缺點嗎 就成本比較高嗎 成本就是因為還在研發 其實還沒有到那麼 說一句實在話技術還沒有到那麼成熟 所以為什麼要大家聽台積電怎麼說 因為這個是台積電發起最新的一些相關的技術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飼料機構簡單的有預測 矽光子的這個市場到2027年攀升是9.27億美元 約台幣296億 年幅的成長率高達36% 所以簡單來說其實矽光子這個奇才 到2027年用年幅的成長率36% 今年2024而已嘛 252627 其實這兩三年大家一定要 實不如 就殺不偶其要注意一下這個族群 可能漲一段之後稍微休息整理一下之後 可能再震盪一下就有絕對往上 因為畢竟這個整個產業成長趨勢是往上的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那所以我們簡單來看一下整個光通軍族群 近期包含像今天啊 剛剛玉凱老師有分享到 波羅威今天漲停嘛 像4903連光通今天也漲停 那聯軍漲3% 六五三年創威漲2.8% 光盛喔 今天雖然說漲2.5%還好 可是大家有看到剛剛光盛的線型 光盛應該是這一波所有 CPU矽光子相關奇才裡面最標的一檔股票 從100多已經漲到500多 漲了好幾倍了 那今天來說這邊我跟各位推薦一檔股票 就是3450的聯軍 那他在這個CPU技術已經有稍微一些發展 那 相關的技術其實還在認證 那目前刷到量產還需要一段時間 可是你會發現喔 近期的股價走勢就是 一樣嘛整個族群被帶動 都有一個算是不錯的表現 那為什麼今天特別推薦這一檔的原因是因為 幫我切投信 其實這檔股票啊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漲到這個階段有時候 買起來會怕怕的啦 所以我特別幫各位挑選有法人在顧的股票 像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哇投信這段時間買那麼多 所以籌碼面有法人在顧 至少有法人幫你顧在這個地方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再看一下我之前跟各位分享過 強勢股回時日線是一個短線上絕佳進場點 所以你會發現喔近期他其實就在時日線附近 所以針對這個題材有興趣的朋友 35年的聯軍大家是可以做留意的 這是聯軍的部分 細關子這個 這個題材 這個航海玩 賺了從2億 賺到50億以後 現在就壓寶這一個啦 覺得未來的題材 好不好 注意一下 不過注意一下 不過 你要記得 風險就是 已經大戶很多人先上車了 好不好 這種股票 老實上這股票怕追高怎麼辦 可以用技術線型來告訴我們 怕追高所以我特別選聯軍 就是你回時日線 就是你短線上如果已經衝出去的 你不要追 你可以趁著拉回過 讓都回時日線 好那如果 有沒有要設什麼 停損或停利點 停損跟停利點 假設真的停損 季線下彎的時候 現在沒季線下彎 還沒下彎 其實我之前跟各位分享過 只要季線上彎 它是一個 計三個月以上的趨勢 它是中央趨勢是往上 那你短線上的波動 會來回會測時日線很多次 它會一個很多波就對了 所以這種股票其實很簡單 季線只要是上彎 基本上你就逢拉回回時日線偏多操作 如果再害怕你去找法人有在顧的 就我說的我今天特意幫他挑選 投信有在買的 投信也在裡面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投信 大幅的賣超的時候 你也可以跟著一起跑 好 這是短線上給大家的參考 短線上給大家參考 說這個 來 長嬌要介紹了 因為我們今天找你剛剛好 那這個東西也剛剛好 因為聽說你在蔣翠北側啦 之前買了房子 現在嫌買太少了 好不好 跟各位說 因為買了房子之後就跟大家討論房子 結果發現其實近三年只要敢買房子 不管買哪裡全部賺錢 這跟好像股票一樣 真的就是你買高雄啊 嘉義啊 台北啊 真的說賺錢 我真的我們不是 我們福利社會臭美啊 因為其實福利社老師也都常常參與 我們福利社分析師就講了 那時候我們講的 其實很多人覺得 哇升息降息 會影響房地產 其實不會 你看台灣最近在升息 所以影響房地產就是 股市 你看股市長成這樣子 所以房地產才熱成這樣子 然後新北房價飆啦 是板橋百萬起跳啦 老師你唸一下老師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市場傳出板橋江翠重化區的 北側的新建案 德林之樣 目前在西爾頓辦件 抽籤買房 我說真的我是第一次聽過 買房子需要抽籤 超扯 真的是超扯 然後 開賣 開賣 80分鐘就玩銷 超誇張 然後最高單價 打99.61萬一瓶 低樓層售價也要82萬 我跟你講這最扯 最扯的是什麼 你剛才不講還好 因為我剛才突然想起來 那德林對不對他是6號出口 就是江翠以後 最直 最 往北 最一直線的 可要走很多小巷子 對 最直線的 大島 達到捷運站的 大概要走5到7分鐘 這個也要7分鐘 這7分鐘也要快100萬 那隔壁的 那捷運站隔壁怎麼辦 這個問哲哲 沒有 我那捷運站隔壁 你身在8523點在3月19號還成交的 這車遠的 可是我記得我一件事情 那德林 那時候你問我江翠北側 對 我說要買就買捷運站附近 而且那時候他德林有一個 比較舊的 那時候也算新的 聽說那個那時候德林 我那時候一瓶我記得也才50幾萬而已 好像那個 三年前的話我如果沒記住大概都50萬出頭 對不對 那個德林喔 現在這個德林比他更遠喔 只是比較新喔 99萬 大概 離 舊的那個2分鐘的距離 德林就是一個劍山啦 同一個 同一個劍上 同一個區域 只是差 就這個是離捷運站遠 2分鐘 2分鐘 那是江翠北側 最靠近的德林 第一個建案 然後那時候我還說 你可以買 對 我那時候講喔對不對 對 差這個距離 你就說你不太喜歡那個空間 所以可以發現有時候真的看到好的物件 真的是 他還是有買啊 只是沒有展的這個那麼誇張而已啦 那你要賣掉了嗎 他打算賣了 我是真的有打算 你怎麼知道 你有跟我講啊 你買幾年了喔 3年 3年多 可是你已經在裝環了不是嗎 沒有因為我打算要再換更大間 所以你打算裝 你不是有在裝環嗎 裝環就是要可以賣啊 因為我有想要換更大間的房子 如果你要賣就不要再裝環了 現在賣會有稅嗎 現在怎樣 現在賣會有稅嗎 現在賣 如果換 換屋的話其實是好的 就是你可以用小的換大的 稅率其實很重沒錯 可是如果你是換屋的剛性 其實我建議啊如果真的是 換屋不用那個 不用繁地合一稅嗎 你要先繳 可是繳出去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如果你買的比較貴 他會全部退給你 所以用換屋其實是 一件好事 文貴老師有什麼想補償呢 好 因為我上個禮拜去參加這個 國內這個房地閃電討會 然後 有一個論點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那主獎人呢 他認為他的看法 他認為國內房地產的一個上漲 有一部分的原因來自於政府的政策 政策喔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這樣講 他說他 總規劇就是政府的政策都是在壓抑攻擊 然後提升需求 什麼叫壓抑攻擊 他先推出房地合一稅1.0 讓你兩年之內 你知道賣的話 就課50%的稅 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然後讓大家都不敢賣 我買了之後我只能夠乖乖抱著 我不想被政府課這麼重的稅 買了不敢賣啦 減少攻擊 對 然後再來呢 房地合一稅2.0更嚴重 5年 讓你綁5年 你都不能賣 所以市場上面的供給就因為這樣子 減少了很多 還有打建商的融資啊 現在變成只有大型的建商才能生存 才能活得下來 對 小建商建商很難活下來 OK 這個是在供給面的部分 又減少供給啦 好 然後再來 陸陸續續推出一些所謂的房貸優惠 優惠政策 新勤安 地優新勤安 對 OK 那就是市區需求 又怕了又把他用活了 對 而且40年房貸喔 對 所以其實 站在一個比較客觀的那個是專業學者 他認為說政府現在這些的一個政策 其實對於 壓抑房利產這件事情 事實上是沒有幫助的 因為他 他忽略了 土地是有限的 土地是有限的 你越是 限制他的一個供給 反而只會造成那個土地價格墊高 那成本墊高 營建商更不可能去把價格往下開 OK 所以 我覺得 大家可以比較換一個角度 去看 國內房地產 是否會一直上漲的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好 板橋江翠北側 每瓶均價 要是講到這點 就是供給跟需求 對 之前 韓國一直打不下來 現在韓國的房地產就 蠻危險的 因為我說一句實在 我個人 這個人建議 如果你真的是有剛性需求 就是自助方面的需求 其實這一段時間真的是可以多看房子 看有沒有機會撿到一些坪 因為我覺得 就是現在有一種狀況就是 坪數越小 總價 坪數比較小 然後單價比較高 現在很扯啦 現在就是那種 我說老實話我覺得 現在人也很辛苦 所以不靠投資 要靠什麼 你現在流行就是說 25坪 然後室內大概 15坪 然後15坪啊 還有兩房 還有兩位 因為兩個位 這樣不用急嘛 可是你知道 15坪兩房 兩位非常急嘛 是不是 現在這種建案 最受歡迎 總價大概3000萬 就是他3000萬 或者他買2000萬 隨便你啦 2000萬反正有個家就好了 隨便你怎麼 怎麼把我坪數變小一點沒關係 反正我總價就買 這邊 因為2000萬以下 單價變高了 反而變成大坪數的單價也變高了 對 這種 可是你看江綴北側 剛才如果說99萬 你捷運7分鐘99萬 那個板橋應該捷運站附近的 都要100多萬了 那你想這個我覺得 這個真的太誇張了 我反而覺得啦 在這邊 可以請看廳 我個人看法 我不知道啦 一考試怎麼看 看有沒有機會解決 我嗎 我認為說 跟玉華老師一樣 如果真的有高興趣的話 一定要買房子 因為最近房子 真的漲得越來越離譜 我前陣子還去看那個清浦 桃園清浦 你知道現在開多少嗎 70幾萬 不是清浦到現在 其實真的還是沒有住什麼人啊 對啊 可是清浦 桃園開到70幾萬 以前10幾萬 對啊 雖然說他是發展的還不錯 可是70幾萬 我就覺得 那我不如回頭來買 突然覺得板橋很便宜了是不是 對 台北是好便宜啊 從板橋到台北 跟從清浦到台北 假設你坐高鐵 是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啦 我覺得 消費者會用這個房子去想 如果你是在台北工作的人 對 就省個20萬嘛 或30萬 可是真的 真的 我還是覺得如果清浦要70幾萬 板橋真的比較便宜啦 因為你高鐵不是每一班都有啦 但是有些人這樣想啦 所以這個就是 一個拉一個嘛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啦 我是覺得過高了啦 我覺得過高了 來 老師你看三重房價也有啦 我們再看一下 三重房價也很誇張 聽說這重挖區 這是 這個在這是什麼 聽說 一樣就是同一塊 地區 聽說那一塊 三重不太熟 可是我看有些推文是講說 這一塊是在 比較偏僻的地方 這個比較 其實先不用考慮它比較偏僻的 因為它離 離捷運站比較遠啊 所以我只是習慣用捷運站來判斷 對啊 它其實這樣很遠 然後只是這個 88萬 這個建案是因為它有新好樣 它有現在有123期 然後就是同一塊地 然後123 然後你如果是 5年前的話 38.2萬一瓶 2018年9月的時候成交 那現在新開的 短短5年漲了130% 現在是88.2萬一瓶 所以 所以我很看到這樣 就是一樣 因為就是一樣的同一個建商 然後基本上就在同一區 是 因為你要這樣去比 比較會有 比較實在 因為你如果 不同建商不同品牌 這個價格還是有差異 就一般來講 新房子 你只要5到10年內 沒有什麼人住過 它也覺得蠻新的 那這等於一期 等於一期二期的感覺 從38變88 對 所以 反正就是現在房地產真的很熱 所以是 顯現出在股票市場 你會發現其實 相關的營建類股 像營建類股指數是創歷史新高 也是非常非常的熱 那我們今天還是要回到股票 回到股票 要跟各位推薦股票 我講我 我還是要講風險 我覺得大家要買房子沒關係 你要真的知道你能還得起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 現在股市 你說不投資也不行 因為你這 趕 趕不上別人增加財富的一個速度 只是 你要注意一下 股市都有高低點的 都有多頭空頭 都有擴張期跟收縮期 景氣循環 所以在這邊 有時候覺得 就像老實也有講到一個想法 是38塊到88塊 你看永興建設 是 是不是應該 你看這種股票漲得更誇張 一年內 賺多少 這個 90塊漲到260 對 那個比 山蟲房子更好賺 而且還不用繳稅 其實說實在如果會抓股市的波動 其實股市 我是覺得比 房市好賺 更好玩 我講真的 因為房地產 畢竟你要買賣 也不是說買賣 就像股票按個鍵 出去 你要找人賣 而且你稅很重要喔 對 被政府抽稅喔 被仲介抽稅喔 對還有貸輸啊 貸輸啊 其實有一段 要處理啦 所以當然如果說 資金真的沒有那麼多 例如說 買房投機款 真的還沒有 我說真的可以往股市這邊去做 你看山蟲你說漲一倍很誇張 可是我跟你講啊 如果一坪90萬 是這邊走測的90萬對不對 89 然後你這邊屁股 89萬 然後現在漲到270萬 這才 260萬才就有點天怒了 所以房地產 漲得快 股市漲更快 其實股市漲更快 而且操作上更靈活 老師美女有問題想要問您 老師那現在銀建股 漲那麼多了 漲那麼高 還創歷史新高 那這樣還可以追他嗎 當然不能追 不能追喔 不能追喔 所以我要教各位怎麼買啊 怎麼買 不能追教各位怎麼買 剛剛那個圖我覺得就很好 房子能不能追 房子也不能 其實說真的我 如果認識我90萬 我不建議各位追股票 但是我希望大家 也可以多點耐心去比較 像一看房子我簡單分享 如果 因為每個人的工作啊 然後生活習慣需要 像有一些人說 一定要有公園啊 要有醫院啊 或者要有圖書館啊 或者有人說 我飲料 我樓下就要有飲料店之類的 對我覺得我很在乎我 不是房子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不能太 太近啊 動距不能太近 對所以每個人在乎的不同 我覺得 對啊 可能小時候住的房子太近了 覺得不喜歡那種感覺 所以房子動距一定要遠 好反正把這些條件 挑出來之後 大家就去 從那一區 你先習慣了 你想要那一區 然後去比 老師我覺得我們扯太遠了 我們扯太遠了 股票怎麼賺錢 對不起說我我錯 好 那股票 我剛剛 Coco問得好 我從來沒有建議過各位去追股票 可是為什麼會推永信件 就是我已經 從很多的面向幫各位 挑選完 然後重點是 其實十字線 大家看到藍色這條是十字線 如果說真的有在拉回 因為今天是漲停 不建議追 如果有拉回回到十字線 就是一個短線上的 絕佳進場點 那為什麼會特別推永信件給各位 都要展三倍了 還是說是因為殖利率關係 第一個是殖利率 第二個是永信件 高雄的在地建商 然後他是採先建貨售 所以他目前首帳案子 基本上在概念可以看到 2027年 所以你去看他營收 去年營收 82億是歷史新高 EPS 11塊多也是 12塊多更正 12塊多也是歷史新高 你看今年前6個月已經賺60億 基本上今年營收已經創歷史新高 走上在賣的訂單 接近還有100多億 準備要賣 還在 就陸陸續續賣 先建貨售是個好處啊 你看人家物價一直在漲啊 反正一直在漲 我是先建喔 我如果是預售 不好意思我可能 每瓶賣100萬 現在漲到120了 我賣不到120萬 因為你如果預售一些小的 你可能雖然說已經上市貴公司了 可是 有些人還是會擔心說 會不會以後出一些問題的狀況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 為什麼要特別推永信件 是因為第一個他先建後售 你東西其實你都看得到 有在蓋 基本上都在路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永信件來說的話 因為他 配股配息非常穩定 你過去20年來平均的 股息的配發率約90% 而且絕大部分是配現金 你說配90% 就賺10 賺10塊 賺你9塊 賺8塊 賺你7塊 而且這樣殖利率好像 還是5%左右 非常穩定 連續20年都 那基本上他都配現金 當然有幾年有 配加些股票 可是加起來就配發率大概90% 所以是一件非常穩定的 第一個他也是高殖利率的好股票 這個業績又穩定 那加上你目前的位階 可能就會高 所以我說我也不要追 所以我們等他拉回過程當中可以做佈局 那你再看一下下面 其實投信這段時間也有買 因為他也是高殖利率 其中一場股票 940還是 就是有些高股息ETF的成分股票 這個也是很容易入選 對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好精彩喔 都很精彩喔 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懂得投資才能感善那個通貨膨脹 跟那個 房地產的 價格 我們現在算 死薪水好像比較難一點點的 就是就事論事 其實福利社我們很少就講了 好不好 記得加玉璃老師的Line喔 今天節目好精彩 好精彩 如果今天我們節目非常精彩 要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也歡迎贊助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業配 沒有 我們也更不跟主力配合出貨 我們都講得很清楚喔 所以 一年製作費一兩千萬以上 那歡迎大家贊助我們按那個超級喜歡 超級感謝 在那個按讚旁邊 都可以 100塊 1000塊 一塊錢 都沒關係 好不好 沒有也沒關係 好來 每週一週週五晚間 8點上線 135解盤影片 244教學影片 謝光鈴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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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大局大力多 哇 這個很重要啊 財政業我都親自降臨了是不是 一凱老師 唱歌 然後是歌神神的 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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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崙 毒 九 血 邀請 宏 哦 這是 邀請 intell 我有壞胸盆 壞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個導動是來的對不對 最最高 燒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一種一道中環上 八零上鮮 一百股市福利社 二十指交持旅行 出來一口號 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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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金管投顧薪資第014號 本公司以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補蕩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支付投資風險